中风半边滩 大小便湿尽案例 3-4小时 经医生诊断为中风脑出血 在医院曾经做过康复治疗7天 住院14天 经亲戚介绍2020年7月29日来原始点中心调理 初来中心时的症状 一 插倒药管 大便湿剂 二 右半边从头部到脚都没有力 但有知觉 三 说话吐字不清 无法确定所表达的意思 四 每晚都要换几次尿布库 心情烦躁 五 吃东西会呕吐 六 坐20分钟左右 臀部就会酸 原始点调理细节 一 每个工作日都由家人陪同到中心排队按推一次 二 饮食以素食为主 加辛辣调味 三 干姜片从50克慢慢加到80克 另加半扎红参熬煮的红参姜汤 温热小口慢慢饮用 每晚用7克姜粉打成60毫升的姜粉泥灌肠 四 每隔一至两天左右 会给右手右脚搓姜泥 白天用暖贴红豆袋 电热毯温敷 晚上水电热毯 五 每天用毛巾沾热浆水擦身 把身体擦热为止 平时保持衣服干爽 六 每天晚上保持九个小时的睡眠 七 适量运动 每天两至三次 家人把他扶着站起来 用比较有力的脚顶着较没力的脚站直 站五至六分钟 用手拉着另一只手甩手 每次二十下 让他躺下后 用手把他的右腿弯曲再伸直 每次二十至三十下 调理过程改善情况 第一天 第一次按推全身都痛 第十一天 尿液稍微有点知觉 大便已成型 第十八天 可以自己拄着四脚拐杖 依靠家人轻轻扶着下床 走出房门外 自己在床上也可以 不用依靠家人的帮助 做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有知觉要去洗手间 但是还不能完全分清楚 是大便还是小便 胃口已大有改善 吃东西不会呕吐了 说一句话 三五个字可以听得清 第十九天 右腿不需要家人帮忙 自己就可以挪动了 第二十二天 可以扶着走七十至八十米 第二十八天 可以坐一至两个小时 可以扶着窗台深蹲十几次 可以被扶着走三百米左右 第三十天 可以扶着窗台深蹲三十下 一天三次 可以被扶着走三百米左右 说话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可以听得清楚 可以跟人比较正常的沟通交流 调理一个月的改善情况 一 已不需要倒尿管 大小便正常 二 可借助四脚拐杖站立 有知觉 三 说话基本清晰了 四 症状越来越改善 心情开朗 五 吃东西不会呕吐 六 做的时间可达一至两小时 感恩张医师研发原始点 感恩工艺点中心义工们的心情付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